另一方面行动党副秘书长兼安顺区国会议员尼可敏则表示 在巫统宣布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后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慕尤丁依然是五国首相 但是政治角度而言慕尤丁已经失去了盟党的支持 那么他就应该下台 尼可敏也表示随着紧急状态即将在下个月1号结束 意味着慕尤丁的任相保护伞也开始进入倒数阶段 尼可敏今天出席行动党派发午餐给有需要者的活动之后 也表示如果依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慕尤丁下台似乎无可避免 除非巫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再一次改变决定 但尼可敏也认为一旦巫统再次改变决定 势必成为笑柄 也会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做出了决定 到了最后又悠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